大家好,我是文化創作師葉瑩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瑩詩和唐詩 首先分享一首瑩詩 作者葉瑩妃 這首詩為什麼呢? 已在窗前望明月 我們已在窗口那裡 看著天上的月亮 揮殺師娘念遠方 浪費心機想著很遠的地方 其實它是隱喻著思鄉的意思 夜寒風冷無所靡 夜晚只有寒風吹來 找不到有任何的事物 放下煩濃入夢鄉 不如我們放下煩惱去睡覺 發一個好夢 分享一下裡面的詞彙 廢殺師娘解浪費心機的意思 密即是解尋找 煩濃 一個在意念上困著人的木箱 夢鄉只屬碎時夢境中虛幻的地方 好了 我們又分享一下另外一首唐詩 這首唐詩的作者是 李伯靖夜詩詩名 床前明月光 如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這首詩又為什麼呢 床前明月光的詩 就是說月光在窗口 照到我們床前 而是地上霜 地上好象鋪了一層秋霜 舉頭望明月 舉頭遙望天上的明月 低頭思故鄉 低頭思念遙遠的故鄉 好了 又分享一下裡面的詞彙 靜夜 寧靜的夜晚 思思念的意思 二 即是好象 舉頭 即是抬頭的意思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幫到小朋友 增加學習股詩名的興趣 多謝大家支持